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下一個問題 這樣子 來 這個同學 然後接下來是這一位 來 這個同學 這邊 你好 戴維老師 我是今年剛上大學的學生 然後我想問的是說 在我們這個年紀 面對於未來現實 或者是夢想的抉擇 那我想問說 那老師 我們應該準備什麼 或是我們該做什麼 拿出這樣的勇氣 去面對我們接下來未來的 這個現實的挑戰 去追求我們的夢想 這樣子 你最喜歡什麼 其實那時候我想走森林系 我想走入大自然 所以你是喜歡大自然的 對啊 那你 可是因為 愛於就是比較保守的想法 愛於 誰讓你覺得有這種愛於的感覺 一定有個人 他媽 我爸爸 你媽媽 你爸爸 我媽媽沒有 我媽媽沒有 我媽媽跟我爸爸當初也是我最大的絆腳石 所以你該做的事情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曾經被你爸爸跟媽媽收買過 因為你拿了他們的錢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請你爸爸跟你媽媽吃一頓飯 而且用你自己的錢 這一定要是從你自己賺來的錢 拿出來請他們吃飯 才算數 對 你可以坐下 然後好好告訴他們說 你要走森林系這條路 而且台大森林系系主任 袁孝偉是我的好朋友 他非常優秀 來 我們下面這一位 但是你做這個事情之前 你真的要去野外 大自然裡面 你要過一段時間 你要真的確定這個事情 你真的要確定這個事情 我媽媽保證他一定最健康 然後他還有能力輔導那種 北捷殺人事件的 那種怪怪的人 你真的要是確定這個野外 因為你跟職務相處的人 能量特別好 你真的要確定野外 野外跟大自然這個事情 而且有一天爸爸媽媽 到了一個年齡 是他帶著你們了解 這個世界有多美好 你也是到底 剛才這位同學 謝謝 喂 大佑老師好 主持人好 我也是陸生 我是福建郎 福建郎來的 你說得比較像台東 比較近 比較近 你福建都一樣 我福州的 福州人 那今天是 丸子好吃 今天是青年論壇 那我就談一談 有關於音樂的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有 養成一種習慣 就是音樂隨手點擊下去下載 那我想聽一下老師 對這個音樂下載 這個有什麼見解 因為我們知道 音樂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然後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想說老師你如果一句話送給當代的我們大學生年輕人 你會講什麼 謝謝 敬請下載 因為現在因為科技太發達了嘛 所以大家使用就盡量使用了 我們怎麼去防止大家下載跟使用 有一天我訪問大佑那一天 他不知道記不記得 當天是D-Day 那一天就是Steve Jobs那一天 你記得嗎 對 然後我訪問他 我就說大佑我應該先訪問你 是因為呢 Steve Jobs拍了一個Apple的廣告 然後他就覺得他要向所有改變時代的人致敬 所以裡頭有一個Bob Dylan 所以我就問了大佑這個問題 所以你怎麼看Steve Jobs 這個鬼傢伙的出現 他使得所有的音樂是被下載的 使你的唱片都沒有了收入 他幾乎毀掉你的後半生 你怎麼看這個人 他佩服啊 沒話講 就是天才 認了 記得嗎 你記得講這句話對不對 覺得你佩服這樣子 我們下一位 所以敬請下載 來這邊前面這一位 我們還是要用我們的麥克風 謝謝 我們再來一個問題就好 羅先生您好 我問兩個問題 一個是比較無聊一點 就是 您的鹿港小鎮 在大陸非常流行 就是說不光是連鎖北京鹿港小鎮 還有一個樓盤也叫鹿港 那我想問了一下是 您歌詞有一段 我家在媽祖廟後面 到底是鹿港的哪一間媽祖廟 沒有那個 然後第二個是 我太太想問的就是說 因為聽到您現在有女兒了 您可能還會再寫 在一個版本的家嗎 謝謝 第一個 家的版本我會繼續考慮寫 因為你這個 家庭的這個 這主題是永遠 永遠是值得歌頌的 第一個 很多人以為這鹿港小鎮 剛剛已經講過 這根本就是跟我無關 我是在寫鹿港小鎮 然後在那個時候在台灣電視台 要拍這個 這個音樂影片的時候 我才第一次去的鹿港 千萬不要有這個誤會 因為歌曲是這樣子 當初譬如說寫那個 俞光宗先生寫的 《江愁世韻》的時候 那個我們哪裡去過 什麼長江黃河嘛 對不對沒有 因為是感覺到那種 從大陸過來台灣的這些 這些那種離鄉背景的這些 私人也好老兵也好 他們有很重很重的鄉愁 然後回不了家 然後用他的詩來譜曲 我覺得一個作曲者 他應該有不同的身分 就像小說家一樣 小說家寫小說 他不管是短篇長篇 他這個我 不一定是他自己 但他可以借題發揮 都廣小鎮其實就有點像這樣子 但是我自己是從 譬如說從台北長大 那我的高中是在高雄中學念的 後來台中 台中我在中國學學念的 這樣 那我會有這樣的 中南北部的這樣一種 一種來來去去的 一種 一種遊子的心情 後來在台北 我搞和尚團 或是念書在工作這樣 所以我知道那種心情 藉這個題目 我發揮陸港小鎮這樣子 大多數的人對陸港小鎮 記得都說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陸港的清晨 陸港的黃昏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 可是我當時看陸港小鎮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我感覺最強烈的是這一段話 大友幫你念可以嗎 好 請 假如你先生來自陸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 像當年我離家時 他一十八 有一顆善良的心 和一卷長髮 在對我唱起這首歌 我的歌中和有風雨聲 歸不得的家園陸港小鎮 當年離家的年輕人們 裡頭有這麼一段話 假如你先生回到陸港小鎮 請問你是否告訴我的爹娘 台北不是我想像的黃金天堂 都市裡面有我當初我的夢想 最後這段話 子子孫孫永保佑 世世代代傳香火 所以他寫的是一個家的故事 不完全是你們想像中的陸港小鎮 這樣對不對 對家的懷念 那我們時間的關係啊 我想為大家念大友的一首歌 他的歌詞太美了 每一首歌都是這些曲的 一些歌詞 應該是把你的歌詞選入 打敗方文山 選入教科師 在方文山也是可愛的人 我覺得我非常喜歡到這首家的歌詞 那我要對大友懺悔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是叛逆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理解所有的叛逆 而且你認為不叛逆 就是很遜的事 很遜嘛 對不對 那時候大友寫了知乎者也 現象七十二遍 更不要講他未來的主人風 我簡直是崇拜他 崇拜基地 結果他出了一個專輯叫做家 我說這什麼東西啊 看起來像求妖的小說這樣子啊 但是現在回頭看 這首歌就叫經典 很棒的歌 所以叛逆呢 激情很多的東西 在當下 它基本上 Sunflower 我不是指太陽花 它當下就是像這樣 念力很大很大 但還會凋謝 有一種東西 世世代代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世世代代 傳香火 子子孫孫 永保佑就是家 大友寫家的時候 每一首想你的詩 寫在雨後的玻璃窗前 每一首多情的歌 為你唱著無心的諾言 每一次牽你的手 總是不敢看你的雙眼 展開我暈眩的頭 是張不得不瀟灑的臉 你的瀟灑都是這樣裝出來的嗎 人總是有那段年紀 給我個溫暖的家庭 給我個燃燒的愛情 讓我這出門的背影 有個回到家的心情 我們非常謝謝羅大友 這麼多年來給了我們這麼多美好的歌 當你孤獨 當你徘徊 當你憤怒的時候 你的心中都可以在羅大的歌曲裡頭 找到共鳴 更謝謝他今天 你應該花 跪了乾當雪街頭演講 很精彩 最後做一個結論 好吧 我們今天在室內 也不敢講結論 總是我們今天還算是一個 為年輕人舉辦的一個青年論壇 我們活了大半輩子了 總是要有一點經驗 是可以讓年輕人覺得聽起來 至少算是有一點道理的 活了大半輩子 要是給年輕人聽起來 說老話 講話 都是狗狗的 年輕人就是老生常談 這樣就對不起年輕的一代了 我覺得台北 至少台北是有錢 有錢力國際化的 然後年輕人真的要有 Guts 就是要做什麼事情 要經歷起什麼挑戰 這是一定要的 它是equal的 它是equal的 我不敢講說 在我們那個年代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是老生常談 真的是老生常談 應該要能夠經歷的挑戰 因為 把外面的年輕人拉進來 跟我們的年輕人講說 對 他們就是這樣的實力 在這邊 我們要跟他們有一樣的實力 比我們的年輕人到外面去說 哎呀 這邊年輕人是怎麼樣 外面的實力怎麼樣 要簡單一點 但是我們就要知道說 國際的規格是什麼 將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就不能保護得太厲害啊 就不能保護得太厲害 這包括勞工 包括任何一種工作 什麼其實都是一樣的 真的嘛 四小龍裡面說 韓國 香港 新加坡 現在都已經滿國際化 我們不能等 競爭是不能等的 競爭真的不能等 我們真的不能 這邊都是修喚學生 人家已經進來了 人家進來了 人家進來我們得出去啊 要不然家裡就要一起 要能夠經得起挑戰啊 沒必要哪 啊不然是必要哪 對不對 啊不然是必要哪 就是要經得起挑戰嘛 謝謝各位 我跟文貞大家 祝福大家 還年輕 經得起挑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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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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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就住在馬祖苗典後面 賣著香火的那家小雜貨店 賣入你現實來自高小鎮 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 想帶見我的爹牛